昏营继续收听《互联巅峰》第4107集 蒙奇的剑意 蒙奇摆摆手问道 你对这墨之战场与墨祖了解多少 不多 也就是来之前听诸位太上们口说了一些 蒙奇汗手 他也知道这边的情报对三千世界一直都是秘密 洞天府邸中也只有高层和精锐弟子知晓一些 而且还不全面 杨开自然也不可能了解太多东西 手上一分忽然取出一物圆溜溜 拳头大小 杨开定眼望去 忽疑道 乾坤图 他手上有这个东西 当初在某处星界够得 三千世界太广袤 无数大鱼彼此相连 若是没有乾坤图指引的话 根本没办法辨别方向和行径的路线 所以基本上每一位开天镜手上都会有一份乾坤图 杨开却不明白蒙奇这个时候取出一份乾坤图做什么 这是墨之战场的乾坤图 虽然其中包含的信息停留在三千年前 但基本上与眼下也没有太大的出入 蒙奇说着话将手中乾坤图交给杨开 他是四千年前随着师门长辈进入墨之战场的 三千年前与墨族争斗时 一时不察被墨之力侵蚀 墨化为墨图 手中乾坤图的信息便一直没有更新过了 杨开欣然接过 对他如今的处境来说 这可是个好东西 神念当即涌入其中 瞬间便仿佛进入了一片浩瀚魂语之中 视野拉开 杨开一眼便看到了乾坤图内 一片仿佛九宫八卦布阵的关爱 他在其中见到了一道道关爱的存在 每一道关爱的名字似乎都与冬天伏地有些关联 比如他在其中看到了大战关 阴阳关 狼牙关 金灵关等等 这一道道关爱彼此遥相呼应 首尾相连 组成诺大阵势 横耿虚空之中 杨开几乎可以想象 在这墨之战场中 这些真正关爱的恢弘巨大 这些关爱的最后方便是不回关所在 而那里则是隔绝三千世界和墨之战场的分界线 也是最后的一道防线 不回关若是被迫 那便意味着墨族可以长驱直入三千世界位移 前辈 我们如今身处何地 杨开看了片刻 没找到自身所在的位置 按道理来说 他自身所在 在这乾坤图上应该极其容易寻觅才对 可他竟然没能看到 盈盈感觉是跟自己身处在这秘境之中有关 秘境也是一方小天地 隔绝了内外 所以才会阻害乾坤图的显示 蒙奇伸手一点 乾坤图内某一处瞬间亮起光芒 这个位置 杨开查探了一下 那光点距离洞天伏地关爱所在 不仅刺了刺牙 这距离可有点远啊 几乎可以说是深入到了墨之战场的腹部了 想要前往那些关爱所在 也不知要经历几多凶险 蒙奇解释道 这一片所在是红莲玉主的领地 齐麾下墨足不少 墨图数量也多 等你离开此秘境之后 第一个要面对的便是这一层危机 来之前 六墨神君等人与杨开解释过 墨足这边有极为森严的等级划分 最高的便是墨之王祖 每一个成年的墨之王祖都有堪比九品开天的实力 而王祖之下便是玉主级别的墨祖 相当于八品开天 这位红莲玉主 无疑便是这个层次的 玉主之下是领主 领主相当于七品开天 领主之下是普通的墨祖 不过却分为上位墨祖 下位墨祖 其中上位墨祖 差不多相当于中品开天的层次 下位墨祖是下品开天 这些墨祖对杨开来说并不具备什么威胁 不过数量若是太多的话也是个麻烦 在墨之战场中 一位王祖麾下有数量不等的玉主 玉主麾下又有数量不等的领主 如此层层统帅 下层对上层唯命是从 而墨祖则是不管修为如何 都要去居墨祖之下 即便是一位只有一品开天修为的墨祖 在墨之战场这边 身份也要高于一个八品开天的墨祖 不过话虽如此 但对墨祖来说 弱小便是最大的原罪 普通墨祖很多时候 待遇还不如修为高的墨祖 因为在大战之时 他们会被当成炮灰 消耗洞天伏地强者们的力量 而他们死后溢散出来的墨之力 更是对洞天伏地的舞者 有着一定程度的威慑 几乎每一次大战 都有无数普通的墨祖被杀 不管是下位墨祖 还是上位墨祖 但是无数年来 这些如消耗品一般的普通墨祖 却是杀之不尽 感知不觉 老夫官你方才施展手段 似乎可以伪装成墨图 杨凯点头道 若是有人想验查身份的话 晚辈可以瞒天过海 不过不能被检查小乾坤 蒙祺道 这虽是个实用之法 不过你却不能太过依仗 墨祖战场这边 拥有乾坤四柱的 不止你一人 以前也曾有过太上长老 伪装成墨图 杀进墨祖聚集之地 所以墨祖那边对此 还是有些防范的 杨凯微微惊讶 不过很快是人 乾坤四柱这等天地至宝 几乎可以说是墨之力的可行 动天伏地又岂会不加以利用 无数年来 乾坤四柱现世虽少 却总有出现过的 动天伏地这边将之抢夺 肯定是要想办法 第一时间送往 墨之战场这边增强战力 杨凯甚至怀疑 三千年前破碎天 曾出现的乾坤四柱之一 玄机于 便是动天伏地的强者 出手得到 墨祖与墨徒之间 是主人与奴仆的关系 在所有墨祖的眼中 墨徒不过是他们圈养的牲口 生杀欲夺 他们喜好吞噬天地伟力 也由此来强大自身 这是他们的修行方式 所以墨祖的存在 对三千世界才会具有那么大的威胁 三千世界 乾坤无数 每一座乾坤 都有自身的天地伟力 而这些天地伟力 正是墨祖的口粮和强大的资本 一旦被墨祖攻入三千世界 那所有的乾坤大陆都得完蛋 尤其是各大洞天伏地的总坛所在 无数代人的积累 天地伟力的浓郁程度 不是一般的大陆可以比的 如果说等闲的乾坤大陆 对墨祖来说是家常便饭的话 那各大洞天伏地的总坛所在 便是山珍海味了 而墨祖喜好吞噬天地伟力一事 杨凯也从黑运那墨之王族身上 见识过了 当时若非他及时阻难 还不知有多少墨徒要跑去送死 继而被他吞噬力量 加以恢复自身 被墨祖的力量墨化的墨徒 便是那位墨祖的奴仆 而墨祖有感应奴仆的本事 前辈的意思是 蒙奇解释道 换言之 我若是墨祖 你被我的墨之力墨化的话 那你就是我的奴仆 我是你的主人 只要你在我的附近 我便可以时刻感应到你的存在 方便指挥调动 杨凯微微点头 不过我却不知墨祖 是否能感应到 其他人的奴仆的状态 蒙奇微微皱眉 总之 你若是遇到墨祖 要小心为伤 是否墨徒从外表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这一点就连墨祖也是如此 既不能通过外表来判断敌友 那双方自然是有别的法子 对洞天辅体那边来说 检查小乾坤是最有效稳妥的办法 墨祖之间抢夺奴仆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不被开天净体内自称小乾坤 天地伟力对他们也是有莫大吸引力的 为了争夺墨徒 彼此厮杀屡见不鲜 甚至每一次大战之后 都会有人被墨化 这些人如果侥幸未死的话 都会主动前往墨祖聚集之地 寻找墨化自己的主人 而此番如果你能成功离开这秘境 便可伪装成无主之谱 杨凯微微挑眉 全眉的意思是 我的主人死了或者不知去向 蒙起汗手 唯有如此方能保全自身 秘境之外处处危机 你身份若是暴露 必定难逃一死 别的开天镜可能被墨化 保全性命 杨凯压根就不会被墨化 真要是被墨祖发现 势必会赶尽杀绝 不懂吗 杨凯点点头 乾坤图你拿着 对你有用 此物你也拿着 蒙起说着 将手中的空间界 也一并退了下来 递给杨凯 杨凯沉默结果 蒙起与他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 他又何尝不知人家是什么意思 抿了抿嘴 扬开道 前辈 未必非得如此 蒙起笑了笑 若是能活 谁又愿意去死 但我不死 早晚还是会被重新墨化 那秘密必将暴露 老夫浑浑噩噩 度过了三千年 能在临死之前得清明 做出自己的选择 老夫很欣慰 所以也没什么好遗憾的 杨凯心中一叹 虽然知道人家说的是实情 但还是不免难受 此地身处莫知战场腹地 蒙起又无法完全抵御 莫知力的侵蚀 唯有死在这里 才可以保住虚空庸道 存在的秘密 是我害了前辈 杨凯神色黯然 若他不与蒙起 说虚空庸道的事 蒙起就不必 做出这种选择 完全可以与他 一起杀出去 到时候就算 只杀一个莫祖 那也不亏 女之后事如何 婚姻继续收听 《五脸巅峰》 第4108集 《五脸巅峰》